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月讲月涨 指数震荡等FED等联准会 我觉得前一波靠近尾声了 但是下一波即将开始 所以记得一定要跟上 然后我们的银帮到现在 今天又再涨停 再亮灯涨停 已经连续三更涨停了 这个是我们11月底 11月29还28盖牌股 到现在其实涨还蛮多的 对不对 OK 当然首先就恭喜大家 恭喜会员指股 连续三天涨停亮灯 11月29号盖牌的 当然在中间LindaNews的过程 我也有讲过很多次 所以其实应该有蛮多同学可以跟上 OK 然后今天上来 一样锁到涨停之后一路锁 锁到结束 从今天亮灯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还OK 也许都还有行情 而且重点是什么 这三天的涨停 这中间的路上 其实大家都还有机会上车 不过当然我不鼓励追高 但是你控制好风险 其实没有什么股票是不能做的 对不对 然后银帮当然为什么会选择它 首先当然它的营收 跟去年相比是在一个成长的路径上面 然后今天的状况大概也快要创到历史新高 这是11月的营收 但红线 红线的部分是什么 是过去的股价 你看过去的股价 现在营收是不是来到这个高档的水准 对不对 然后股价比营收提前 这很正常 对不对 现在那个营收来到这里 股价还在这里 你会发觉好像有点潜力的感觉 对不对 不过当然到这边上面就会慢慢有一些套牢的卖牙 今天有一个同学跟我说 他有朋友好像套牢了多久 这一段时间 套牢了两年 套牢了两年 今天解套了 OK 所以这些解套人会不会卖 不知道 但是OK 如果把这些套牢卖一步步消化 其实都还有机会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持股续报 但是会员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讯息 如果盘中有什么状况 也许会出场 这不一定 如果你是自己 自己在看节目 有跟着进去买的 你就要自己注意了 千万不要把手上的获利变亏损 大概是这样 你就自己注意一下 那当然银帮我们从它的EPS的角度 这几年当然状况不好 对不对 有起起伏伏的 但是过往 过往有一段高峰期 但是你看 以第三季的EPS 其实也是创了历史的高档 所以有没有机会 从它的营收的角度 从EPS的角度 其实为什么会选银帮 主要是这样 当然它伺服器题材 对不对 伺服器题材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也是搭上现在的一个热潮 因为云端中心 其实基本上都是持续在建构 然后包含那个围影 我看到那个什么 金周刊吧 还是什么的 某周刊有报道 像围影 他们也是认为未来几年 其实在伺服器云端的建构 都会持续的大幅的支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持续看 持续看下去 OK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早上跟大家提醒什么 来美股拉回 台股维持震荡整理的格局 我们的观察点人在巴菲特K房 是否守住 守住的话就维持高档的震荡 然后恭喜会员持股 五银帮连续三天 三天亮灯涨停 早盘全职股 台积电 联发科小碟 电子族群相对疲弱 但车用族群 玉龙拉回多日 今天又再度站回吴日线 加上强貌早盘 新闻一直在讲说 传接到特斯拉的大单 对不对 表现还不错 二级体族群看起来也还可以 然后胡联 6279的胡联 11月延收创历史新高 也顺势站回季线 所以我觉得车用族群 接棒演出的机会还蛮高的 受到政策激励 太阳能族群 跟上周我提醒大家一样 我就上涨遇到压力 开高走低 短线上我是不建议追 从上礼拜我就这样讲 不过当中当然冒底 算是有站上压力区 包含薪金投控 也算是相对强势的 这个勉强可以考虑一下 但整个族群性来看的话 我就是没有那么建议 然后升级族群中间 前段时间的指标股保瑞 6472的保瑞 头部完成 400元关卡失守 但是OK 今天收盘好像收398 也有点想要占回400块的样子 所以OK 如果400块能占回 那当然就不叫头部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注意400元的关卡 但是重点并不是这个 重点是保瑞就算做头完成 但其他的个股还是接棒出来 包含上周大涨34%剑桥 有没有 这也是老朋友 之前就做过一波 然后森达也是老朋友 之前我就说森达算是在台湾 还蛮大的医药集团 旗下包含森达 森展生态 都是上市贵公司 所以森达1720 今天接棒涨停 大疆 过去几天也是蛮强的 8436的大疆 拉回十日线有手 所以尚未公布 十月营收的医疗通路 盛宏 8403 今天也有明显的拉升 所以看起来生技族群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个股 在轮流 在接棒表现 所以行情有没有结束 坦白说我觉得没有 就是这样 你从这些个股的状况 大家就可以闻出那个味道 所以整体盘势 像上周强调的 指数空间有限 个股潜力无穷 记住这句话很重要 接下来应该就是持续 维持这样的格局 上一波涨多的个股休息之后 会轮涨到什么 还没表现的个股 这段时间的两个策略 我们讲什么 月线翻阳站上季线 还有强势整理的 这两个策略都可以持续运用 搭配营收来选股 是接下来的航行主轴 今天12月12号礼拜一 所以今天所有的营收 会公布完毕 我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OK那接下来这段时间 这个礼拜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当然大家知道联准会 OK我们还是看一下 FedWatch 这一块升息的次数的几率 目前整个全年度升息多少 17码的这个预期 大概在七成多 其实4.7% 如果升18码 换句话讲就是12月升3码 的几率大概25.3% 所以上礼拜五 PPI公布是略高于预期 所以好像市场就稍微有点紧张 不过从FedWatch来看的话 我觉得12月 就接下来15号升2码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 如果什么特殊状况 那大概就有趣了 大概不过应该不至于 以美国过去 他们的政策的经验来看的话 OK所以我们就看利率点证图 所以接下来12月要公布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点证图 因为我觉得12月升2码 大概没有悬念 但是OK这个是9月 9月的点证图是这样 所以9月的时候 预估2023年的利率高点在哪里 大概在这边 这边是5% 这边是5%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联准会主席等等的 大家一直暗示说 我们的终端的利率会高于预期 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节目上也讲过 我认为可能会落在5.25 OK所以你看 如果这一段12月没有问题 升到2码 那这时候利率是多少 4.5 4.5再升2到3码 升到5%跟5.25的话 明年全年就是升2到3码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 它利率点证图的状况 如果是符合预期 那我认为市场应该会维持一个持续多头的气氛 大概没有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这礼拜 15号就开牌了 我们就会知道 OK我们看 接下来看大盘 首先 这加全指数的部分 来红色叫巴菲特K棒 这个位置 有没有守 没有问题 都还是守住的 今天还是收上来 Soray跟下影线收上来 所以虽然跌破月线 但是还是守住巴菲特K棒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是偏强 我们讲最惨的位置是这里 蓝色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什么 费半涨10.21%的那一天 所以真的再拉回 我觉得这边也会有守 真的再拉回 这边也会有守 所以你包含什么永风金 对预估 是说现在有股票的 不要急着停损 现在没股票的时候 稍微等一下 他们认为低点 会落在明年第一季 包含统一 统一投顾 统一证券 也是预估明年1到2季 应该就是明年的低点 OK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维持守住巴菲特K棒 就还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没有问题 因为各大投顾 也都是认为说 对景气应该是来到 有机会明年就进入到 附属反弹的情况 OK 我们再看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在这一段 这里是月线上来 所以今天有跌破月线 但是又收一个长下影线 所以你说贵买有弱吗 其实贵买没有 贵买并没有弱 OK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位置 守住月线之外 季线扣底在这里 目前贵买的季线 还是下弯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接下来就往下扣 所以接下来怎么 月线 季线就会翻扬 季线就会翻扬 所以整个多头的格局 多头气势就会更旺盛 所以包含你看贵买 今天这几天 也都是量缩 加权也是量缩 所以很明显就是量缩在等什么 就等年准会 OK 然后当然补充一下 季线接下来 你看季线现在扣底在这里 大概在这边 你看接下来是不是 45度往下走 45度往下走 所以你看那个加权指数的季线 现在已经是上升的阶段 他们这里如果往下走的速度快 这里是不是上升的速度就会加快 所以要注意 这一波多头没有多少时间给你犹豫 你前一波没做到的 务必赶快跟上来 因为季线是我们讲多空分水岭 波段行情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OK 以上是大盘 所以记得YouTube帮我订阅 展哥讲股 每天下班10分钟 掌握最新行情 分析也不错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OK 接下来我们讲个股 来个股的状况 来育龙 育龙休息一阵子了 对不对 这里建高点 前面这边我还有在讲 我觉得行情还没完 应该是这一天 这一块质还大买 我说沿着五日线走 行情还没完 到这边正式跌破五日线 然后回头 最大量区是这一根 长上引线这一根 我们把这一根区间划过来 有没有跌破 它是跌破一下就上来 跌破一下就上来 今天开低还走高 所以看起来这是什么 一黑吃将近四红 一红吃四黑 所以看起来 行情还是没有结束 虽然这一波涨很多 涨了多少 56% 57%左右 虽然这里涨很多 但是到这边 看起来还是拉回有手的状况 而且下面是比较小 这一个第一排 应该第二排 第一个是成交量 第二排是外资 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在什么 在这一段上升的过程 外资持续买 在高档持续买 稍微调节一下 在这边回头又继续买 而且他买的状况 我觉得OK 你看再拉回 这边都还持续买 今天是不是解套了 所以这边拉回买的部分 今天就快要解套了 应该已经获利了 应该已经获利了 OK 然后投信 投信也是一路买 这边虽然卖 但是OK 跟买的比例来看的话 是不是这里卖的 也算是相对小 所以这边我觉得 法人的筹码 好像也都还没走 比较危险的是下面 这是融资融卷 看起来最近几天是什么 融资增融卷减 所以资增卷减 其实在散户筹码来讲 我们会认为是比较不好的 代表散户在买 而且散户空单也回补 空单也回补 所以相对要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后续的变化 目前融卷的状况 水位大概4359张 但是以今天成交量 57000多张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融卷的数量 其实也还算可以 并不算少 而且现在卷资比 已经来到21.13% 所以有没有机会 再形成下一波嘎空 这个不能不排除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这持续关注散户的筹码 OK 然后同族群 这还是算是什么 强势整理 对不对 OK 然后再来同族群的 狐连 狐连11月的营收怎么样 成长 年增率大概是39.94 再成长四成 创下历史新高 你看股价的历史新高在这里 股价历史高在这里 现在股价在这里 但是现在的营收 是不是历史新高 所以看起来股价 如果盘势好转 股价也有机会往上再挑战 而且这一波你看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策略 月线翻扬站上季线 所以你看这边 是不是月线翻扬 这边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之后 又再跌破 再回撤月线 但是回撤月线 马上又守住 又站上季线 所以这边假跌破 所以这边如果是确定站上的话 有可能行情就要发动了 这目前状况是这样 因为你看月线也是持续往上走 月线扣底在这里 月线持续向上 所以会遇到什么 月季线黄金交叉 然后那个高档 季线扣底位置在这边 所以在接下来一个月左右 半个月一个月 就往下扣了 所以月季线可能同时翻扬 同时翻扬 这种个股是不是就有机会再往上走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注意 一样两个策略 这叫高档强势整理 这个叫低档 月线翻扬 站上季线 我觉得这两个族群的个股 大家都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然后加上现在有那个月营收 11月营收 搭配月营收来做观察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选 选股的策略 OK那另外最近强势前一阵子强势的也是花星光 连续四根涨停板对不对 然后这一天报大量收十字线 OK接下来就进入管制 对他管制到什么时候 管制到12月21号 所以还有一点时间了 但是OK为什么我特别拿出来讲 因为我觉得你看他有转弱吗 其实没有 这个大量划过来 这个区间是不是跟玉龙一样 都没有跌破 有也是假跌破就站回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其实还是相对强势 而且你看外资买在这边 这一天大买 然后上来稍微调节 这一天稍微调节 但是横盘的区间 有没有看到 外资还是持续买 这连续四天大概都买 平均大概800张 一个50几块的股票 5万块 5万块买800张是要多少 4千万 四天就是买了1.16 所以外资还是持续买 还是持续买 在这个整理区持续买 而且是处置期间持续买 所以你觉得行情结束了吗 如果从外资筹码 看起来没有 看起来没有 然后再来 投信买在最高点 涨停的最后一天进场大买 对不对 进场大买多少 4千多张 4359张 然后卖超 这段时间当然有卖 我们把它统计起来 卖超多少 2164张 所以你看一来一回 还有两千多张的买超 这里还没有调节 这里调节完 大概还有两千多张的买超 还在这里 成本还在这边 所以你说有没有机会 客观讲 从法人的筹码来看 我认为还是有 而且他的营收好像也是在创近年的高点 近年的高点 所以这边会不会越观越大 我觉得可以持续关注 OK 再来我们看仲达 同族群嘛 喜欢新光跟仲达 对不对 仲达我们从这边营收的图 这边营收也是挑战历史高了 11月营收创的历史高 从股价 红线的股价来看 股价是不是也相对比较低档 所以这一波是不是符合什么 月线翻扬 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长了一段 一小段之后又拉回 对不对 因为什么季线还没翻扬 还没翻扬 所以这边拉回 如果月季线有手 你看这个大量区在这里 这个大量区是不是也是符合 月季线的位置 所以我主观 主观来猜测的话 我认为他月季线有手 应该还会再有一波 所以月季线有手的话 月线再低档 月线就会跟季线黄金交叉 所以接下来就还有再一波 所以你看从前一波我们讲 月线翻扬 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涨一波之后 很多又拉回 拉回完有没有可能下一波 都有可能 因为前一波的季线都还没翻扬 这部分是这样 而且搭配基本面 营收的状况来看 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是有可能的 OK 再来长城也是 我们也是关注很久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一样 月线翻扬 站上季线 这边这一小段 有同学有参与 赚了一些钱 OK 但是OK 这边拉回来 有没有手 看起来也是 也是还蛮强势的 还没有说直接回来 OK 但是你看这边月季线 是不是要翻扬了 而且他11月营收的 YOY怎么样 成长了299.55% 将近300% 很明显 营收这边是完全跳一坎 所以这边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都还有 我认为都还有 这大家都可以持续注意 但今天我有注意到另外一档 这一档先盖牌 因为我带会员有进场 这一档 这一档个股也是 看这是不是跟什么 银帮很像 银帮是不是 之前一波上来 前面高点几次没挑战 今天过了 所以银帮也是过的时候 稍微回头整理一下 碰碰碰就三根涨停上去 所以这一档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注意 这一档OK 只要守住这个位阶 我认为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可能 虽然我停准设的比较低 但是OK 也都是在8% 10% 10%左右 10%以内 所以我觉得OK 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拉开 我们再来开牌 OK 好不好 最后展哥小提示 第一波不敢上车 我知道很多同学 你第一波都没有上车 都没有跟上 每天看看 很想跟很想跟 但都不敢 其实你要问问自己 为什么不敢进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的散户投资 你就是怕错 你是怕亏钱 怕亏钱 然后就上市赚钱的机会 这很可惜的 因为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你人生不可能 做任何决定都正确 对不对 如果你把股市 想成你的人生的态度 人生的经验就好了 人生中不可能每一个决定 每一次你选都选对 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担心 做错怎么办 做错就改 所以只要控制好风险 停损设好 其实就好了 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我常讲个观念 我觉得做生意 本来 做生意要赚钱 本来就有成本 对不对 你就算做个最小最小的生意 你卖鸡牌好了 你都要买个摊子来 你要去买油 对不对 你要买锅子 对不对 你要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些都是先花钱 你才有机会赚钱的 但是股市 股市中其实你看 我们只要先把停损设好 预定 我们假设 我愿意赔1万块 对不对 我们就买10万股票赔10% 对不对 我们就愿意赔1万块 我愿意拼拼看 你是1万块的成本 你还不用先丢 你买了之后 说不定是不用丢1万块的 你是可以直接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停损当成什么 当成你做生意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我跟很多人讲了这个观念之后 他就豁然开朗 他就会觉得说 对啊 反正我停损设好 我愿意亏多少 10% 10%就是我的成本 就是这样 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你就不怕做决定 对不对 因为你资金 假设你100万 你10万里面的10% 你才1万 根本就对你100万来讲 根本就是完全小伤 才1%而已 对不对 那像我自己操作 我跟会员都是说 我最多压5% 压5档 所以一档20% 那如果一档 我们再买二分之一 我是不是也是10万 10万我亏10% 我才亏1万 所以对于我总本金而已 我才亏1% 很容易赚回来 对不对 营邦三根涨停 三根涨停就30%了 之前还有什么奇迹 对不对 还有JPP 这些都赚超过 所以我赚一档 我就可以赔三档 所以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所以记得 你觉得这个生意有机会 你就应该要花钱来投入 投入完 停损设好 成本控管好 你进去之后 再来做下一步 这样才有机会赚钱 所以OK 记得 不是什么生意 可以不花成本就赚钱 只有在股市做生意有可能 所以第一波没有上车的 我提醒你好好把握第二波 跟上行情马上来点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对不对 这一段时间一直一直跟大家讲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策略一直提供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赚到钱 好不好 跟上 打电话进来 0800-370-888 好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拜拜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大家